我曾经把我们国家特产的野果 向中国的皇帝朝贡 这果汁在中国就开始复变起来 人们叫它做罗国人带来的果汁 久而久之就叫做罗汉果了 好 谢谢马亦元 我们呈现了三位完全不同的人物 马亦元挺有这些戏剧细放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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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罗汉果的罗汉之名源自哪种说法 A 来自某位名叫罗汉的医生 B 来自佛家十八罗汉里的陈思罗汉 C 来自夏商时代 罗国发现此果的男子开始强大 两位小朋友来鼓励一下 连大人们都愁愁不及了题目 佟林和昌耀这两个出生之赌 竟然勇敢作答 他们是否能凭这一题奋起之追 小白兔 白又白 爱吃萝卜 爱吃菜 蹦蹦跳跳 真可爱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探见闪闪的熊熊蓝蓝的天 我叫毛艾蜜 我四岁半 我是法国人 两位小朋友来 鼓励一下 用志愿也可以 害害人也蛮好玩的 我觉得 我们要用居士害女 他们要用王牌 居士害女 你要害谁啊 我们想把题目交给子汉匹呐 这个就叫渊渊相报了 我猜B吧 B 来自佛家十八罗汉里的陈思罗汉 这个是猜的 绝对是猜的 影阅当中有印象 完全没有印象 确定答案B 好 确定答案 确定答案 看看罗汉的来源 来 证据答案 他来自一位民间的医生 这位医生叫罗汉 减500分 佟宁跟昌耀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呢 因为他们成功啊 好 现在到你们两位来选了 我们要选宇文1000分 哇 各位 什么叫共生可畏 很好 来 看看短片 好 哈喽 我是周公 你昨天有没有梦见我呢 没有 你有没有梦见我 你要梦我吗 为什么你没有梦我呢 周公 周公是谁 周公你不认识啊 这样有名你不认识 喂 有没有梦到我啊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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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我太高兴了 我打了很多人的电话 没有人梦到我 没有人梦到我 达到白天要flat了 我天天都梦到你啦 天天梦到我 天天梦到我 好 那么状态 好 那么状况是这样的 现在就请五位 好 五位这个智囊团的朋友们 输入你们各自的答案 然后等一下做参考 四位选A 一位选C 没人选B 我们要用奖金加倍 超级的 超级的 你看 先是快速抢到 是 对吧 然后请支援 一看有把握马上加倍 一步一步来 这个不得了 你们应该是会选择他们五位的答案是吧 我们选A 孔子 好 确认答案A 孔子 嗯 两千分题 是不是正确答案 请看 孔子 他们的分数啊 对 我们下来看一下 2800分 刘律师 又到你了 历史500分 500 随着有选一千就越来越高了 历史500分 同样是个短片题 不标准的中式英语 被称为阳京邦英语 那你知道阳京邦是指什么吗 在20年代的上海 是冒险家的乐园 当时有一间叫做阳京邦的日用商店 商店的老板 为了做洋人的生意 便努力地学习英语 虽然他的英语中国腔很重 但洋人总算还听得懂 便乐于向他买东西 而那老板不准确地中式英语 便称为阳京邦英语了 阳京邦其实是当年上海的一条小河流 19世纪 阳京邦正是英法租借的借河 也是上海对外贸易的一条重要河流 由于要和洋人做生意 华人便学起了英语 而他们这种中国腔很重的英语 便被称为阳京邦英语 二十年代的上海港 有很多各国的商船来去经商 那么其中一艘是美国商船 叫做Yankies 他的船长就非常喜欢中国食物 就请了一个中国人上船来当厨师 厨师在船上跟美国人混久了 也学了一口英语 可是他的英语中国腔很重 所以别人就笑他是Yankies般的英语 久而久之就说成了阳京邦的英语 究竟谁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呢 不标准的中式英语被称为阳京邦英语 阳京邦这个名词的由来是 A 商店名称 B 河流名称 C 商船名称 开始下答 肖姐的 邦应该是一种水 一种湖 一种河 所以我猜应该是答案是B 是河流的名称 你从这个邦字确定吗 确定 好 确定答案 B 河流名称 不晓得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答对了 B 恭喜 方单就是小河河流的意思吗 对 恭喜恭喜 对了 现在他的分数是1700分 1700分 好 现在到K0 我选流行500分 周杰伦 发如雪的歌词当中 繁华如三千冬流水 我只取一瓢爱了解 是借鉴字 A 红楼梦 B 梦子 C 离骚 开始下答 舒香 刘女士 A 红楼梦 A 红楼梦 A 红楼梦 为什么呢 怎么做这个事 为什么呢 因为 这红楼梦里面应该有爱 你的答案你确定吗 确定 A 红楼梦 确定答案 A 这一集的正确答案我们来看一下 A 红楼梦 这个 您落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影 这个是 漂亮 贾宝玉说的 贾宝玉说的 好 宝玉说的 恭喜舒香 现在她的分数是 2000分 我们请蔡博士说一下这个典故好不好 这个典故当然 因为贾宝玉跟林黛玉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非常感人 而这个林黛玉跟贾宝玉之间的相爱 她们基本上不考虑其他的人嘛 所以 若水三千就是说 不管那个 到底世界上有多少女人 她只爱一个 只取一瓢影 这个对感情的忠贞不欲 来 谢谢 好 我们现在继续 现在到了这个子涵 本土10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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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呢 暂时比较落后的是雪莉 还有子涵 还有佩玲 1000分 我们来看看短片 嗯 这个是50钱币 在漫长文中 是名为 Wu Mao Qing 这个意思是五毛钱 你可能会想知道 为什么它叫Mao 在古代的时代 在中国 中国人称为 Lao Mao Zhe 所以 当时广东话 就叫这笔子做 好子 而好 也就是毛的意思 那人们写的时候 就常常简略地写成毛 慢慢地就远变为 今天我所说的 一毛 两毛 三毛钱了 因为当时在定制货币时 它是币子最小 也是发行最多的货币 将它叫做毛 取一字称于 多如牛毛 请问谁的解释 才是正确的呢 日常用语把毛 作为硬币的单位 由来是 A 外国人被称为 老毛子而得名 B 粤语称为 好子 简写为毛 C 来自 多如牛毛之意 开始抢答 欸 血液抢到 抢到了 你要使用支援吗 我决定用现场支援 决定用现场支援 交给我们智囊团 五位 辛苦你们 一千分题 欸 现在这个支援出来了 一位选择A 嗯 三位选择B 一位选择C 你跟随他们 多数人的选择 还是有自己的主张 我还决定跟随他们的 选择 选B 相信支援团 所以你确定答案B 对 确定B 粤语称为 好子简写为剑音字 越来越简单的写法 就变成毛了 到底对不对 是不是正确答案 恭喜恭喜 恭喜雪莉 那雪莉现在的分数呢 增加了 一千九百分 一千九百分 哇哦 到这里第一回合 已经比赛结束了 为大家统计一下分数 萧綦 获得的分数是一千七百分 雪莉是一千九百分 红林一级 昌耀是两千八百分 雪香是两千分 佩玲是一千两百分 紫涵是五百分 所以非常抱歉啊 第一回合被淘汰的就是 紫涵还有佩玲 谢谢两位参加 谢谢 两位掌声 非常感谢你们 好 那么同样的观众们 我们这个总决的第一回合呢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要稍作休息广告过后 看看还有多少位这个神秘的嘉宾 来到节目当中 不要走开 稍后回来 好 欢迎各位回到总决赛的节目现场 现在我们剩下四组分数最高的参赛者 两位小朋友现在是两千八百分 高居榜首啊 你们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不是说那么紧张啊 不是说那么紧张 很轻松的 轻松啊 对了 这种状态往往会取得好成绩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游戏规则 游戏的第二回合也分两个环节 在第一环节的自选自打里 参赛者必须从十个标示不同号码的选项中 选达题目 在公布不同选项的类别后 选择以五百 一千或两千分作答 在第二环节中 参赛者必须通过抢答的方式 争取选达胜余的选项 在这两个环节中答对得分 答错则倒扣分数 第二回合将淘汰两位分数最低的参赛者 一到十 我们根据刚才得分 目前最高的两位同学 由你们先选 我们选一号 一号是宇文提 想要给这个箱子几分呢 五百分 五百分 为什么五百 如果两千答对你们就 伸到很远 可是如果答错了 这样就扣两千 那当然 哦 现在就保守一点 好是一个短片题 好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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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子 起来 牛来 没有牛 阿牛来 好 好 好